我们四周的空气会形成气压 随着高度越高 空气就越稀薄 气压也就越小 所以到高空时 我的船舱里还是会保持 您习惯的气压 不然气压太小 您会不舒服 如果这时候有人 打开我的窗户或舱门 或让墙壁破了个小洞 空气会从气压大 往气压小的地方流动 一下子往外面冲出去 身为乘客的你们 很可能也会一起被吸出去